近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上公开反击詹姆斯的新闻引起了不小的反响 包括个NBA球星、老板都纷纷站出来替詹姆斯讲话 而特朗普在嘲讽詹姆斯时还特意提到了篮球之神乔达 因为詹姆斯的一大目标就是追赶乔达 而此班特朗普可以提提乔达 也算是要让詹姆斯难看 然而面对刚刚做完慈善的詹姆斯来说 他得到了无数的支持 而向来不愿意参与政治的乔达则是通过八言人 表示他支持詹姆斯和他的慈善事业 但即使如此 乔达也仍旧受到外面不少的质疑 前勇士球员马特巴奔斯便在社交平台上通批乔达 他说的 除了卖高价的篮球鞋 让很多年轻的小孩为此斗殴甚至厮杀 有出现因为AJ而年轻孩童被杀的事件 但乔达从来没有站出来做过任何事 从来没有为一直在支持他的人说过任何的话 特朗普就是一个反念的教材 他会因为缺乏安全感而选择抨击热衷慈善的詹姆斯 还拿乔达出来调访詹姆斯 我认为这个时候的乔达就应该有所反应 毕竟有太多人喜欢他 卖他那鬼死了的球鞋 但对于乔达来说 他一直对于政治都保持着中立的状态 他或许是不愿意参与 只想过好自己的生活 或许也是不希望去得罪任何一方 安心的做好自己的生意 但乔达的生意已经远超大多数NBA球员 他的影响力也更加的大 就如 美国前总统肯尼迪所言 当早的陷入危机 过分的中立就意味着作恶 无论如何这个事件 似乎一直未能平息 而乔达应该也会继续选择无视 而且也都是个人的选择 至于